大家都還在熱烈討論 OK 好等一下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上課進行方式 就是我們等一下老師會先上一下 我們整個的工具一些介紹 那大概一個小時內會結束 然後再走到戶外去做 整個的實際的操作訓練 那我們會以小組小組的方式 就是以每個各個大家步道的那個分組方式去 那這個可能要麻煩吉恩大哥跟春慧大哥 你們一組一起 因為我們GPS數量這樣才夠 可就麻煩大家這樣子 OK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給老師囉 大家晚安 我們先要見面了 對我現在比較可以頂級腰了 然後那個我們今天要上的課程 就是有關於我們步道的調查的方法 跟執行方法的操作介紹 然後還有一些工具的介紹 然後我想要問大家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去爬山或走步道的時候 那你很有心 你發現比如說某一個東西 有些設施有損壞 那你怎麼樣能夠讓你自己還記得說 那樣子的損壞是在什麼位置 你們要怎麼樣去把它記錄下來 記在腦海裡面 拍照片 拍照片 那你怎麼樣會知道說 他就是在從步道口走進去多遠的位置 不知道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跟別人講 比如說我在山頂裡面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一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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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今天要教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未來在所做步道的時候 那我們一定會去勘察 勘察 然後之後做成紀錄 那這個紀錄是放在一個平台上面 這個平台是很多人進去就可以了解到說 這個步道有哪一些地方 有什麼樣的需要維護的部分 那甚至連上次有講 哪一些地方可以就地取材 這個點也可以記錄下來 有什麼地方有什麼樣子的資源 然後這個環境資源是需要特別去保護 連我們在操作手做步道的時候 都必須要小心去避開的 這些都是在等一下上課的課程裡面 會跟大家大致上會介紹一下 可是我上次有講說 要讓大家看說步道上面的小問題 如果有一些部分你如果不去處理會變大問題 那我上一次我沒有找到那個教材的部分 那這一次我把它準備啦 那這個部分我稱它叫做防圍杜鑑 我先讓大家看這一個畫面 這一個畫面是在民國92年9月的時候 那你看到這個步道上面有什麼 有水 好 有水 那雨會停對不對 慢慢的水會增散或者會滲透或者是流走 那它會變成是像第二個照片的這個樣子 好 第二張照片 你有看到中間的部分有一坨濕濕的 就滾滾滾對不對 你在爬山的時候 有誰會像我這個用這個箭頭這樣子 誰會從這個地方這樣子走過去 有誰會 但如果看到同學有搖頭 都會從兩邊繞對不對 好 從兩邊繞 那如果從上邊坡 上邊坡的部分 這個部分叫做上邊坡 這個部分叫做下邊坡 如果從上邊坡走 可能問題還不大 從下邊坡走 從這一邊走 可能會有什麼樣子的問題產生 對於步道的步道體質而言 它是一個不好的 會有什麼問題 你看看這個畫面 你有發現什麼事情 水會往那邊衝撞 往下面坡衝撞 那為什麼有缺口踩到邊邊去了 對 造成細節 然後就是大漾從那邊造成瘋子之外 就會流走 就會流走 對 好 我再補充一個細節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有草 這個地方有草 為什麼這個地方光突突的 這就是被人踩踏 踩死的 本來這個草 本來這個草應該要從這邊綿延過來 那就是被我們說往旁邊繞 那邊比較乾嘛 然後踩踏 那個植物被踩死了 那這個植物被踩死了之後 夏天只會下一場雨嗎 不會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第三張照片 這個是反方向 如果剛好下面坡的這邊的地質條件 它也是風機圖堆層 當雨水從這個位置流走 然後這個地方缺乏植栽的保護 就有可能這邊會被掏屑 所以如果你看到步道上面的這種問題 如果就是很不巧 它的地質條件不好的話 很有可能 你不處理 它就會變成大問題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他穿什麼樣子的鞋子 雨鞋 雨鞋會不會讓你的腳變得濕濕的 不會嗎 你確定 一定 會啊 對 會流汗 但是至少外面的漲水不會對不對 好 那你來看它的行為 它在使用步道的行為上面 它是不過模樣 你也被自己走下去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人 他為什麼要往上走 因為他沒有穿雨鞋 對 因為他沒有穿雨鞋 所以步道上面的問題 我上一節課有講到有一個在小尺度 你必須要觀察使用者的使用行為 以上兩個案例都是 就是讓你觀察使用行為 這一些使用行為它對步道產生什麼樣的傷害 你如果不去了解人怎麼樣使用這個步道 你是沒有辦法去把步道的問題做 真的是很良善的解決 所以上邊坡的植栽這裡就會被踩踏 然後它也一樣就會有就是被踩死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就是步道有的時候為什麼會被越走越寬 或者是說從一條洞線然後變成兩條路徑 三條路徑 尤其我講變兩條變三條 那個在比較高海拔的建築林裡面更是常見 好 我們再來看步道的問題 這在核安山 你看到那個黑黑的框框 那個東西叫做隔框式的一個 它做一個隔框式的一個階梯 你看左邊這一張圖 你發現了框框裡面有什麼 有水魚 你如果是使用者 你會繼續在這一個框框的動線上面使用嗎 不會 不會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在這個框框的左側又多了什麼 又多了那個叫做直升包 就有人就又鋪了這個直升包 所以這個你如果本身你的步道的鋪面 你沒有去思考的很緊密 然後你的施工很隨便 然後產生新的問題 就有可能會是像這個畫面 我常常在講說步道的問題 常常會發生就是前人解決A問題 但是產生B問題 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他永遠不知道問題是什麼 只會做設施 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做了一大堆沒有用的設施 然後破壞警官 然後沒有作用 所以你看喔 再看右邊這一張 就是管理單位發現 欸 有人都不走階梯 然後就走那旁邊 所以他又做了一個東西叫什麼 他就叫藍桿把他圍起來 讓人家走進去 那問題是他本身的問題解決 沒有 這就是很爛的設計 好 再來看爛的設計 這樣子的步道 你看到中間的這一個木頭 你覺得它是什麼 倒流 上一次施工被淘汰掉的木頭 木頭咧 對 這條 你剛才講的是什麼 導流木 導流木 對 它是導流木 這種導流木有作用嗎 沒有用 為什麼 找進去 應該是這樣寫的 欸 是應該這樣寫的嗎 有人那個地方比拍攝者的地方還低喔 他的方向沒有錯喔 但是錯在哪裡 對 不夠長 做這樣子的設計啊 你看喔 原本這一道的右邊 應該全部都是這個建築 他就想說欸 這個東西倒出去就好了 但是 就是在於他鋪設的 原本的這個路面的 第一 有可能他鋪設的不好走 第二 有可能不夠寬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有很多人他要 有人要上山 有人要下山 然後他就往右邊踏 往右邊踏 好 就踏出了一個 就是植物被踏死掉了 踏出一個路徑 所以你看喔 這個水會碰到這個 流到這裡 然後再往下流 那可能這邊的鋪面也會被雨水沖刷 有可能這邊被沖刷掉的地方 變低的時候他又回來 所以這樣子的導遊目是沒有用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中華民國政府超級有錢 然後設計單位超級不負責任 這個東西叫做階梯嘛 這張階梯有什麼問題 沒有用 沒有用 對 為什麼沒有用 不好走 對 我上次說過 我們在做步道的設計 你如果兩大問題沒有解決 都是往哪兒 拿兩大問題 人性的拿兩大問題 好 要客氣 還不知道 人是偷懶的 人是怕死的 你如果沒有從這兩個人性的這個點 去把步道做好 你在做什麼都沒有用 我們來看為什麼我說人是偷懶的 因為這個做得不符合人體的人體工學 他走起來不好走 左邊這一個是一個類似斜坡的東西 走斜坡跟走階梯最大的差別 你在行走體驗的時候 最大的感受差別是什麼 膝蓋 這是身體 行體層次一點的 行體層次一點的 看到樓梯就對了 對啦 看到樓梯就對了 如果看到不好的設計我也會抓狂 不只累而已 好來 走樓梯其實你的行走節奏是被限制的 是整個被樓梯限制的 但是斜坡不會 斜坡不會 所以我講就是一個就是比較舒服 他就會走那個比較舒服的 但是什麼時候如果有一個斜坡 然後旁邊是樓梯 那個樓梯也是難走的 什麼時候人會願意走樓梯不願意走斜坡 好 簡單的你講的是 是好的答案 就是你的斜坡讓人感覺到危險的時候 譬如說上面你感覺到 我走去你柯梯也出的 上面有人都抬險 即使你的樓梯再難走 他還是會覺得那我坐樓梯好了 這樣比較安全 所以人是偷懶的 人是怕死的 所以這個會要去反映到說 那我們在做步道改善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把這兩件事情配合現地的狀況 然後符合生態的條件 然後去把它做好 這個是上一次其實有很快的講過就是 在推動工作假期的策劃的流程 就是上面這個 今天的部分教大家的會是在這個部分 就是步道環境勘察 步道環境勘察 要用什麼樣子的工具 用什麼樣子的方法 所以今天很棒 今天有好多玩具 真的超多玩具 然後還有黃色的布 所以職棒總冠軍要支持哪一頓 好 現在我都沒有在看台灣的職棒 糟糕 這為什麼一直跳出來 好 那這個部分我把它稱之叫做步道懷孕期 因為做步道不是你坐著 然後什麼事情 很像就只有理念 然後他就會做好 然後這個是我大概我自己在過去十幾年來 統計的一個數值 大概調查完之後回來做內部作業的時間 其實是在整個作業的時候 是花反正就不是的這些時間 那這些內業包括了你要去做步道工項的統計 那你會用到Excel表 那你會使用到GPS 用Google Earth的這些資料來彙整 然後你還要去繪製一些叫做施工圖的東西 那我們進階課很像還不會上到施工圖 很像 等一下還要再等嗎 好 再等沒關係 再等下去的時候 就是可以選出來的就可以上到施工圖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外業的部分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訓練的就是資源調查 跟步道的一些確施的一些調查 其實這個答案是大部分是去年 不是前年是前年 就是第一屆的時候做的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有一些學院 他就說 他就想說沒關係 有電腦的我都不會了 我也不會了 我其他事情我都要做 然後我就做了一些就好 所以我才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他說我什麼都不會怎麼辦 那就挑我做 我會做的 可以嗎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說 他說我們是未來所做步道的推動兼兵跟種子體隊 所以好像我們學習應該要全面一點 所以我們要來就是更正一些觀念 然後還要把這個技能學好 所以你們還是乖乖的認真上課 我把我會的都交給大家 好 等一下會分成五個項度 第一個項度是工具介紹 第二個是調查方法介紹 第三個是應用軟體的介紹 然後戶外活動 就是我們今天有放風 就是讓戶外放風 然後再回來 你們自己要再操作一次 那工具介紹呢 工具大概可以分成測量的工具 紀錄的工具跟標記的工具 你們知道這個黃色的布是屬於哪一種工具嗎 為什麼 因為很明顯 顏色很明顯 是這樣就判斷是那個嗎 還是有誰可以講說這大概要幹嘛 這個 但是的確是標記的工具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他要幹嘛 好 第一個 叫做鋼就有什麼 就這一個 等一下這個會遞下去 大家拿過來看 這個鋼捲尺啊 這是屬於測量的工具 然後他要來量什麼 比如說 如果說 步道 我們這次的步道如果有一公里 你怎麼會拿這來量步道的長度 為什麼 因為根本不做長度 那你會用什麼呢 測距 測距 好 不錯 好 很好 但是那不是最好用的東西 最好用的 如果你要量步道的長度 最好用的東西叫做測尺或叫測省 那個東西呢 這個可以拉很長 那這一個是 100的嗎 還是50的 50的這裡有寫 就是這一種測省或測遲啊 一般啊 他都會寫在這裡 但是這一種東西不是很好的 為什麼 有誰用過這個 你 為什麼 因為在 包括續續的步驗的話 整個大陸的時間 會 我們一樣設計的問題 是不準的 你覺得是不準的問題 好 不準 不準 我覺得這是小問題 但是我先跳過 等一下我再講這個問題 攜帶步道片 太大了 要再上去嗎 你是不是喜歡貼圖的金牌 還有沒有 那你們 我請大家的回答問題 就知道說 大家對這個工序在使用上面 有沒有經歷 拉長會扭 會扭 他扭了會扭 就是長度不準 扭了距離會不準 好 又是不準 拉多長就要收得多 好 就是要捲回來 是不是很像 欸 的確喔 我等一下講的東西 我講的操作方式是希望 你要捲回來 還有 還有什麼 他比較難一個人操作 這哪有什麼 單兵操作 單兵操作 沒有 單兵操作 單兵操作 這等一下 這一體太難了 還有什麼 夾倒數 夾倒數 然後呢 收回來之後他又會 對 最大的問題就是收回來 常常會壞掉 就是他這樣弄弄弄弄弄弄 然後有時候他會捲 那或者是有些髒東西 然後你在收的時候啊 你在收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整個越來越重越來越重 就是他已經沒有牽到 然後有的時候啊 你要再把它抽出來 就卡死 這是我覺得他最不好用的部分 那第二個不好用的部分啊 就是啊 有的時候你買那種比較便宜的啊 這個旋轉的這一個地方 硬硬的東西 你這裡斷掉了 你公司自己在那邊捲這個東西 你真的會捲死 所以 我不喜歡用這個 那所以就要用 所以難道就要用這個嗎 用那個 科技 比較發達的東西嗎 這個叫做 呃 測距 那測距要幹嘛 怎麼測 怎麼測 就是譬如說 這個量起來是15公分 然後縮這裡 是要測嗎 不然呢 沒用過 好測距 測距是 他有點像望遠鏡 但是他只有那個 一個目鏡 然後這邊 等一下這個會借大家 他不要玩歪 玩歪我要陪故事 然後 呃 這裡有一個 一個按鈕 那你等一下啊 因為他這台的金庫大概要5公尺以上 而且他是金庫到整數 有的是金庫到 到就是 比如說50公分的 就是等於是說 他可以量到5.5公尺 他這台不行 如果這台4.5公尺 電動動機 他就會被電動動機 那這怎麼用 就是你看著他的時候 然後你按上面這個按鈕 然後對準一個東西 他會出現一個十字 他會出現一個十字 然後你再把它按一下 就等於是說 你看到十字之後 在上面這個你再按一下 他下面就會跑出一個數字 那就是實現場的 這就是實現場 然後 等一下 我突然 忘記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標論 你知道我們在做步道調查的時候啊 要帶多少東西嗎 要帶 那我為什麼要教大家最 最最節省 就是 最節省時間 然後 最有效率的方法 是因為 我身受器 你要帶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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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這些東西全部要塞到口 然後你會發現啊 我口袋怎麼那麼傻 對啊 就要塞進去 GPS GPS啊 外景都傻傻的 然後再塞上 然後再在這裡 然後真的不好的就過了 如果你們公司人力很刺激 如果你們公司人力很刺激 你調查的時候公司就派給你 就是派另外一個同事 為什麼一定要兩人 因為要拉起來 如果不用這個齁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沒有這樣子 兩萬份 如果 如果 這個不用 這樣不用的話 就是我們公司人力很刺激 所以我就要自己去 就是這樣去 好 那你知道 這個要幹嘛 紀錄板 紀錄板 還要紀錄什麼 簡位 就是等一下 對 就是路上的所有東西都要紀錄下來 所以當 當 你要拿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你真的可能就是 你有很多事 所以啊 如果 你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我會建議就是 你們穿戶外的褲子 然後是有皮帶的 有皮帶的 你的GPS 就是 這個繩子有沒有 繞過皮帶 再抖回來 幹嘛選在這裡去 你要紀錄的時候 你再拿起來去 你不要一直拿在手上 因為你的手啊 還需要拿這個 那為什麼有兩支筆 這一支就已經有好多兩支了 為什麼還要有東西 因為這個 特別要寫在上面的 寫在那個上面 所以等一下操作也不行 不知道為什麼要寫 所以人多好辦事 就是這樣 呃 好 鋼捲齒 鋼捲齒 還有 這鋼捲齒啊 那他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給量量 然後刷和你的手在這裡 然後就被他...就被他嗑到 有誰沒有被恢復的 呵呵呵呵 沒有被恢復 所以這是兇器喔 這是兇器 所以兇器先走下去 然後死位 那他是...他最小的單位是0.1公分 那最小的單位是0.1公分 那一般我們在做步道調查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用到的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最好去買那個8米 8米我覺得比較好用 不喜歡買那個手臂3.5米 8米的這樣 但是有一個缺點 比較重的 然後 比如說我們在量步道的寬度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他來的步道的寬度 然後或者是說一個擬命驅靈 假設目測他大概就30公分 那你需要很清楚的數字的時候 就是拿剛捲指的 好 這個很像是捲指的東西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他的數字很大 這就是給我們這種老花 也不是 這是給拍照的時候用的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 我們要稱他叫做照相機 也就是你要做紀錄的時候 照相機是一個非常好去做紀錄的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會用這樣子的工具 比起你想想看齁 你拿剛捲齒啦 你有辦法就是在這個距離 然後拍照的時候 這個不到寬度大概是多少 所以你都要拍一個照相機 一個是拳擊 然後一個是捲套 除非你帶的是那一支 對 就有錢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就是通常就是要用這個會比較好去的紀錄 就拍一張就行了 等一下 然後這個照相機啊 他還有一個就是很方便的地方 你會發現他到1公尺了之後 他就變深 然後他要2公尺到3公尺的時間 他要變成黃色 所以他這個就是因為方便掠取的一個工具 這個就是我說 很多很不好用的東西 那有沒有好用的東西 有一種東西 你現在沒有 那個東西是 有一點是圓極的尺 他的 他有一點點是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是扁的 這個先印下去 這個是扁的 然後他那個有一點是圓圓的 然後他沒有辦法這樣子熟 你必須要去 自己要去理神 那個理神 像所有的步道啊 我們就是這樣子一步一腳一一組 拉這個側層拉出來 那你們有沒有看過有一種東西 就是車禍的時候警察都會帶一個比較多的 那是什麼 對 那這個是那個 比較五分的尺 好 你覺得呢 他來測步道的距離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步道有高有低啊 好 這八八不是很平的啊 真的 我跟你講 有一次啊 我就想知道說他到底 在一公里的誤差有多少 他誤差有300個 你知道為什麼 誰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誤差有300個 為什麼誤差有300個 比如說這樣子 那照理說 輪子這樣子滾 有沒有 這樣一直滾 然後這一次都應該是很OK嘛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差一公里就差上來這樣子 因為啊 有的時候會這樣子 這裡竹籃是有一個石頭對不對 然後你就滾過來有沒有 然後他在這裡會摳轉三圈 然後他會這樣一圈兩圈三圈 然後你會在這裡繼續滾 所以拜託不要再拿鼓去測 那個 永遠比測神不準 那測神你說準不準的問題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就是你如果有始祖人拿測神去練 始祖人到最後收回來的 假設是那個公里數大概有一公里左右 測回來就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108千 如果有一組那可能會有真的998 大概就是都不會是剛好 如果他剛好就是我們的那個標準答案 是1000米 絕對不會量出來是1000米 因為有很多轉彎的時候啊 你會那個倒過去的半徑 有的時候你會拉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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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 如果有一公里的步驟 整段測完插了20公尺 所以那個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但是就是不要拿那個插上來的公尺 就很有公尺 好 這個就是我說的那一種 你知道比較好多人 但是他必須要有一個禮神的一個劑 不然你會一直在那邊整理什麼 然後這個 可以看出來他不是在賞你 他是在理解 就是這個 這個等一下 大家去大家看一下 那你們前面的對這邊 絕對電影對不到OK的距離 然後你們會看影響 我來看他到底轉彎的部分 我需要那一個側繩 側繩 這樣 對 我這邊量到後面的那一隻柱子 這邊顯示 10公尺 10公尺 剛剛好10公尺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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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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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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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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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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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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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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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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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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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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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沒有把你的心打開啦 所以這個是 等一下 好 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玩具是今天就是最先進的 因為這個跟衛星可以合作 跟老婆溝通不了 但是跟衛星可以合作 這叫GPS 然後我後來發現它可以有一個更有趣的名字 因為我今天在那個跟衛星 我發現在前面有用講話的 它翻譯出來變去皮S GPS 去皮有沒有 我皮要去皮 去皮S GPS GPS的功能有誰不知道 導航是不是知道 導航 車子的導航 導航跟它的功能其實是 應該是相似的 只是說它去把它的這個軟體 呈現出來的模式是剛好是特別的 是相反的 當然它也有導航的功能 但是一般我們不是需要它去打 而是去收集我們走過的軟體 那等一下你把它 這邊有一個這個型號 我對它比較熟 它已經弱了 它是老東西 但是我喜歡哪東西 我什麼東西都不救了 這個東西這裡有一個Power 你把它按下去按久一點 它就會打開了 等一下 這邊有好多層可以傳下去 然後 你必須要在一個比較空空的地方 讓你打開來之後 它會有 它就會有螢幕跳出來 然後上面有銅心圓 銅心圓上面有點點 那個點點會一直閃 一直閃 一直閃 然後它如果變成是黑色的時候 要有三個黑色的以上 在那個時候才開始使用 一個黑色的點點 代表一顆接收到訊情位置 那至少要有三顆以上 那它的定位的這一個資料才是 對 陳大哥不需要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身材不見識別人 好 另外一個東西是 好 我先看進來 好 對了 然後你們等一下 因為你們等一下會實際操作 我相信有人操作過 有人會操作過 然後 這個東西它會顯示出來 有哪一些資訊給大家 這個東西其實022 它是一個定位的一個順次的一個 你每一次如果去把它歸零 你從第一次開始定位的時候 它就是001 這一個順 001 然後下面呢 它有你那個時候的時間紀錄 時間紀錄 還有坐標紀錄 那它的坐標有很多種坐標 有很多的不同的坐標性 然後會有顯示高度的紀錄 然後還有顯示你的平均的速度 但是說實在的 因為這些對我而言 在調查的時候 這些東西啊 只有這一個東西在意 其他的東西我都不在意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FREASE 要提醒我 我有說過大家 然後另外一個 第二個 其實我有看 這個 這個 這個跟這個 你覺得一樣嗎 這個跟這個 你覺得在功能上面 它都是要紀錄東西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 你覺得它在使用效果上面 一樣嗎 一樣 為什麼 一張本都有紀錄 對 一張文一張 一張文一張 那如果把它定起來咧 你覺得這比較好嗎 好險 好 這個好險 這個不好險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 好攜帶 好攜帶 對 因為 我已經剛剛表演過了 一大堆東西了 你還要手上拿在一個 你還要拿照相機 你還要按GPS 這個有的時候 你就會把它丟在地上 然後再把它撿起來 當你今天走了10公里的路 你的調查點有300 你就一直這樣這樣這樣 丟下去撿起來 真的會累死 有的時候你如果是重裝備 你走那一種10公里 然後需要多月的被重裝備 你光是這樣子彎腰一下 你都會覺得好 所以我鼓勵大家就是帶小本 小本 是讓你可以放到口袋裡面去的 然後還有筆 這支筆 還有誰今天有帶筆 有那種要 有那個蓋子的 蓋子 蓋子 要有蓋子 要有蓋子 哪一個好用 沒有筆蓋的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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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會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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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一直拔一直拔 然後這個東西就常常會掉 然後他如果是沒有筆蓋的時候 你也不敢這樣子放到口袋裡面 為什麼 因為除了張之外還有什麼 如果跌倒 會跌倒 不會 又不是你們在那邊吃白藥 所以 帶這一種 伸縮筆 那為什麼 我會叫助教說帶一隻是多顏色 為什麼要帶多顏色 因為人生異產色 方便 記錄跟分別 對 就是你在做紀錄的時候啊 你想想看 我們在做紀錄的時候 等一下有 我們在做紀錄的時候 我先講 你會去把線控的問題寫下來對不對 那你會寫他的尺寸對不對 你會寫他的因應對受對不對 好 這是一種 他就有三個不一樣型態的東西 那如果說 你今天又要寫的是資源的東西 再另外一個點 有資源的東西 為了讓你回去的時候 可以很清楚的整理 我建議大家分顏色 一種狀況或一種紀錄的型態 比如說是現況問題 你就選擇都是藍色 你的解決方案 你就都是綠色 你有看到資源的部分 你就是用紅色嗎? 你這樣回去整理才會好整理嗎? 因為你們都還沒有操作過 你不知道那個有做什麼 然後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那個東西如果整理錯了 你會覺得多可怕 為什麼會多可怕?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都是人也少在執行這樣 所以就是 你自己發現資料不全對不對? 你再繼續做 很可怕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講 照相機 有沒有人喜歡 你喜歡玩底片機 底片相機 開照 那這 怎麼下去嗎? 按照 按照 有對不對 那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我們在做不到紀錄的時候 你帶底片機去 你覺得好嗎? 為什麼 三十六張 那一句 你不能夠確定 你拍的東西 有沒有成一個樣子 你說真的 有可能你一開始就 從頭到尾都失敗 因為有一次啊 完全拍 我就是帶 那時候是 女朋友啦 現在是老婆 然後就是 就是出去拍照 然後是底片機 拍了一個下午很漂亮 嗯 這其實我應該是 出了一下 結果 結果我到了那個 洗相片的那個相反的時候 我發現 我根本就沒有捲成功的照 從頭到尾都沒有破片 都沒有破片 我還想說 哇這一捲膠捲好好喔 怎麼會多了四張 四張 是連一張都沒有 所以 其實現在數位相機 數位相機啊 非常的方便 然後還有 如果是傻瓜型的 跟那種更大的 更大的 單眼相機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單眼好多 傻瓜的喔 為什麼 只是方便啊 清小啊 對 啊 對啊 你如果只是 對 等一下 沒有這兩個層次 真的 你如果純粹 你如果純粹 只是要做步道紀錄的 你就帶一起灑瓜就好 對 那你如果說 你覺得說 你可能在這一次的紀錄裡面 你預測你可能會拍到一些 比如說 有人喜歡拍植物 然後他趁這一次去拍一些植物的資料 有人喜歡拍兩 他甚至會更長 帶更大的 所以你就要帶單眼 對 那有錢可以解決的就是你 除了帶單眼之外 你還可以再帶一個 大好 就是他幫你陪一下 好 你拆個是用手 就是你這樣子 拍這個植物的 但是 再牽你都不用錢 結果很多次 都可以拜託 好 上個就是要抬起 但是下個要把它吸收進去 好 再來 紅色塑膠繩 我們就要看 已經有測繩了 那為什麼還要紅色的塑膠繩 做記號 記號有這個啦 有這個啦 小記號 還有沒有 方法 對 這是一個 還有沒有 還有就是 你在做步道調查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能會碰到 塑膠 那你覺得啦 你如果把改線的 你用這個紅色塑膠繩 從 起頭到 起尾的部分 你先把它 去把這個範圍 去把它綁起來 你現在是 是不是比較容易找不到 說 改線的路線是 找到 所以 塑膠繩 就是 還有這樣的功能 然後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需要去整理出一個 比較平坦的腹地 你可以拿它去把辦法去光圈 那還有一個狀況 還有一個狀況 有的時候 我們會誤判行事 尤其是第一次是去做步道調查看的 你準備的這一種 技術的這一種 不夠實用 所以你就知道 上面的這一種 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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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 不是要做萬全的準備嗎 那怎麼可能這個都準備不夠 你覺得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也是 但是我覺得是自己造成的 有一個狀況 我不曉得大家在過去做調查的時候 已經很熟悉了 到底你要進入到國系的東西 你進入的樂系的東西 你這個試的越多越快 你可能還沒到 錄到一半 你發個哇 點夠 那你如果要 記錄的東西是比較Rough 其實你就勝利溫柔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是需要紀念體去 這個很難跟大家講說 你要紀錄到國系 那在紀念會 會跟大家講說 大概哪些東西 你一定會再記錄 再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是之前 步道不是從這邊想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感線段的一種標籤 這邊後來做了一種間體 那這個東西 你發現除了紅色的布條之外 還多了一個什麼 狼頭 它有狼頭 你批出來 可以批出來 但是這不一定要 等一下這個會給大家玩 然後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就是要做現場標記 就是你GPS定位了之後 你就要把 比如說它定位是018這一個 你在這個位置 你就要寫018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然後這個 這要變成布條 怎麼樣變成布條 撕開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已經撿了牙口了 真的嗎 順著不穩就撕開 那怎麼沒有撿牙口撕開 那你撿 有誰帶撿刀的 小刀的 小刀 有剪刀比較安全 有嗎 可以 好 然後霧鴨還要撕 然後霧鴨還要撕 這兩種 你覺得材質有一樣嗎 不一樣 因為這個狠的 它不好撕 它會虛掉 順著布 它就直接 那好 那不不能撕啊 不能撕 不能撕 不是還要再帶剪刀嗎 就不要買這個布 好 等一下有沒有跟我們看齁 這個是棉的 這個是棉的 這個是化學做出來的 有誰是化學系的 還是材料什麼 這什麼材質 你懂嗎 什麼紅布嗎 之類的 好 一個是使用上面方不方便 這個說給男生聽的有沒有 男生都很愛 這種感覺 等一下 男生 都可以試 都可以試 好 你看喔 你這樣子就可以把這個布 把它 就是怎麼講 變成一個布條 你不要在家裡面啊 就是一直弄成布條 為什麼 因為變一坨的時候啊 很難攜帶 你就是帶一匹布 然後前面先撿 那另外呢 還有一件事情 撿的時候要出一件事情 第一 第一 因為你這邊要寫字對不對 它的長度 可能大概在30到35公分 我覺得是最好的 為什麼要那麼長 為什麼要 這個可能只有 快接近30公分 就是30公分 為什麼需要 你如果只是要寫 比如說 這個物能 為什麼需要 為什麼需要 你如果只是要寫 比如說 這個物能 這個物能 如果只是要上面寫記錄啊 寫出這一點是 比如說 是 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 08嗎 那為什麼 要這麼長 要打結 要棒 對 因為前面要打結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會減開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 另外一個部分 除了寫這個點之外 一般 我前面有多一個p 我怕會不會 p就是point的意思 就p 就是你把 那這個點 如果說 我有 已經有 要解決的方案 比如說 我這個地方要做 那個 解水包 我就會寫解決方案 寫在這裡 那我再跟大家講說 這是誰撿的 依廷怎麼 依廷有去做過調查 你有用過這個嗎 你拿到的是 我還是已經這樣 好 這樣子撿啊 其實啊 還可以改進 哪邊要改進 這個是一個完整的 一個 比如說 這是一個固條的寬度 那還可以改進 你在家裡面 就租發錢的加工 你要在這個 每一個這平均大概 可能是接近五公分吧 四五公分 你在中間這裡要再撿一刀 為什麼 你這一個撿一刀之後 你要綁嘛 欸 小天使 男生好了 那個 神海 好不好 我們要做紀錄對不對 要綁 我剛剛講說這要撕嘛 所以你寫的那些紀錄的東西 不要寫在前面的這一個口 寫靠後面這一邊 你剛說你會輸 那就是四十五百四十四十五百 OK 不用中指 就這樣子 綁起來 要把它綁成 把它綁一個死結 你不要只綁一個活結 因為那很容易會破弱 然後綁 等一下喔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冰漱雞 冰漱雞拿來 對不對 還有一種方法 上面挖一個洞 這裡有沒有 用撿一個洞 不要把它撿那個 撿到底 就是一個洞 然後這個洞要幹嘛 那你覺得是這樣套嗎 是這樣子喔 這樣子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再塞過來 這樣子 這樣子 知道了嗎 所以有這些方式 好 等一下 等一下這棵樹有著喔 這棵樹有著 好 如果不小心我用了這樣的材料 用棉布 用棉布 小時候就隨便吧 這有什麼差別 時間久了以後棉布會爛掉 我跟大家講 這個布條在施工完之後 一定要把它拆掉 因為啊 它只是一個臨時的標題 讓我們知道說我們哪裡要做什麼 當它已經改善完成了 這個布條要撕掉 可是說實在的啊 改善完成了之後 maybe一半 然後可能有的時候這個樹 這個樹啊 可能旁邊的樹長得更好 就把它隱蔽住了 結果我就購掉菜這個樹 這個布條 那這個會爛掉 棉的東西會爛掉 所以真的不然一不小心 也不會就讓它變成說 你們看過一些樹幹啊 就把它背一些鋼線啊 或者是一些尼龍繩 然後就藏著 然後樹就把它拋起來 很可能 所以要用棉的 還是要用棉的 棉的 棉的 樹可以 樹可以 好 好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 有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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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投影片的畫面 也沒有跟我上面寫的東西 的name不一樣 這個是寫的是什麼 0k加0加4 加4吧 那這一個是寫P18 假設P18是 這裡是0k加382 我到了0k加400 通常我會看步道的長度去做決定 有的時候我50公尺 我會去設一個 一個類似像是旅程處的標記 因為我要去讓你下一次 第二次的踏肝的時候 更方便 為什麼可以更方便 不用再量 對 我不用再重頭量 我 如果要check說 假設是 0k加382 我可以去找到 0k加350的位置 或者是0k加400的位置 這個是用 這裡過來是用加的 這裡回去是用解決的 我去找到那個點 我就不用重複到頭 0k加000一直量過來 那剛好他是用黃色的對不對 我會建議大家 你如果純粹是要標底層的 我們帶兩塊布 我如果這一個是帶黃色的 寫一種紀錄的內 我比如說標底層的我就用黃色的 那你這樣子 你就會在做調查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清楚 這就是你去一般的那個布店 如果到台北的話 可能去那個 永樂市場 永樂市場 他要買一種布 然後 他們永樂市場到這裡 那買棉鋪一般是單位是算幾年 一馬多少 一馬 算馬 啊有人算幾年 但是我放到最多的就是一馬 一馬 你要...喔對好顏色 為什麼我今天會買 對嘛 黃色或者是... 我剛剛講的是紅色 為什麼 銀杏 銀杏 那你要...還要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 油杏筆的顏色寫在這上面清不清楚 所以寫在紅色清楚 寫在黃色清楚 然後有一種顏色不太清楚 叫做深藍色 淺藍色OK 深藍色不太清楚 那有一種是完全不清楚的 黑色 黑色 那另外這樣 好 這支筆也很重要 這支筆選錯也會不理 你如果買到損性的 對 你再下次去 嗯嗯 就每一個都沒有內 所以要買油性的 要買油性的 不要買到水性的 所以要買油性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部分啊 這是比較 搞剛的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事先去做好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在現場 然後這個東西 嗯 有一種東西是那個 戶背 你知道嗎 戶...就是... 然後 這個都空白... 然後你把它戶背起來 然後你拿油性的 就會上去一起 但是這個東西 嗯... 我覺得喔 大概一個月以內 那些文字可能 還會阻散 一個月之後 不敢整 因為那個東西 有時候你大力搓一搓 它還是會消失 所以 這是另外的方法 喔 那另外一個 就是砍刀 為什麼要戴槃刀 為什麼要戴槃刀 出民障礙物啊 庞礙物啊 不會 因為要欠障礙物 因為 有的時候 這個有一貫底的 你真的絕對去做不道調查 都是... 就是已經都有了 這個就是我們去走到要改線的路段 我們去找一條好的改線路的過程 就整個都是秘 然後就在屏東 比較慘的是有那個養人口 所以我帶吳老師去 吳老師在前面 然後聽到他挖一聲 想說奇怪 他這麼勇敢的 他讓他砍刀砍 然後老人口有沒有 砍下去 上面刷下來 打到他臉 痛 有沒有 這年輕的人 那時候還有膽子 所以為什麼要帶砍刀去 那個砍刀有的時候是可以帶那個原住民他們 他們有一些工作檔 好 後來就是開始要講的調查方法 這個就是等一下我們開始要記的東西 很重要的東西 什麼叫做點號 什麼叫做點位 其實點位喔 點位 然後手寫的東西 要記的東西 就是有一些現況 還有一些解決方案 那解決方案你們一開始 在這個階段其實你們都判斷的不對 就不會判斷沒有關係 但是要把這樣子的一種紀錄方法學下來 因為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那這個點點點等一下就是代表就是說 火金律舍好 我要標記的點 當然我們如果是調查一個陌生的步道 陌生的環境 當然你不可能知道哪邊要做 那就是一些我跟大家講 要標記什麼 然後在點號的部分就需要到GPS跟綁固條 好 比如說 PE 我這邊是寫TE 但是我會建議大家 在寫的時候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步道的點會有多少 我會建議會寫P-001 寫P-001 這個會還是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關 就是說為什麼要寫P-001 這個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這個在電腦裡面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那假設P-001 然後這個地方是步道的起點 你就會有兩個步條 一個假設是一個紅色的 一個黃色的 一個就是寫P-001 假設那個是黃色的 那紅色的部分 就會寫P-K-01 然後P-001的這個位置 有的時候我會寫步道 就是讓我知道說這是步道的起點 然後如果他已經現場 你已經發現這步道的起點的部分 有一些現況的問題 比如說上次上課 還有之前有一些 有上過其他步道跟環境的步道的時候 我講過很多什麼東西影響步道 比如說他的波路 還有他的固執 你覺得這個是 這一個點很重要 要特殊和你紀錄的事項 你就把它寫下來 那解決方案 這只是一個類 比如說很自覺的想到說 假設解決方案是個階梯 那這樣子你在做紀錄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 有一種方法 你在寫在那個紀錄的上面 什麼 有沒有 你也一樣 寫P-001 呼道情侶 好看喔 這個是方法1 這是方法2 你看看哪一種方法 會比較好 如果我從01到02這一個點 都是陡坡 然後他有很滑的音 我需要做階梯 然後我就寫階梯 P-001到P-01 好 第二種方法 我寫 先寫定位了 寫P-01 然後我這裡知道我要做階梯 然後寫 之後寫到P-02 然後把現況的問題寫下來 你覺得在實際 在執行操作的時候 哪一種紀錄方法 是 比較可行的 1 2 為什麼 因為如果有的話 前衣跟陡坡 沒有啊沒有 那個分數 因應是要做前衣 因為你第一個是寫 前衣寫1到P-01 然後他都是 現況都是陡坡 然後這裡都是年 那我覺得你要做階梯 從0E到P-01 感覺第二個他有分界點啊 他有分界點啊 0E到0E 可是紀錄上來 告訴我0E是階梯 0E是階梯 0E是階梯 不是不是不是 誤會了 解決方案就是要做階梯 從0E做到0E 這兩種紀錄方法 你現在看很像都覺得那個什麼差別嗎 這差別很大 差別超大 有做過現況紀錄調查的同學 然後 正確的東西 然後 前衛 第幾題 龍翰 龍翰我比較敢得出來 來你跟我講 哪一個 哪一個是在現場 執行調查做紀錄的時候 比較可能 會紀錄得好的嗎 你是從P0E開始走 你是從P0E開始走 好一點 龍翰你等一下我下個要 我個人的話 我比較想要第二個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 就是 我們會知道說 01到02的中間 就是造作了 因為P1也是 好 好 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 五書跟十做 五叉的地方 我把這個叉得分在那裡 我比較喜歡 比較可能 我覺得喜歡 又覺得它可能 比較好操作的方法是 為什麼 我走到01啊 我看到這個地方 你很懂 我覺得改善方法 接聽寫下來 01我改善方法接聽 你覺得 唯一段路 我開始 拿個GPS跟測成 一直走 欸 走到這裡 02結束 按下去 所以 是不是 我就 這個是一個 就是隨著你自己的 行進的順序 第二個是 你的判斷 就是在這個時候 已經紀錄完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後家的 這個是後家的 我要做階梯 所以 01定下去 然後 要做到 就是要走到02 然後再定下去 然後再走 01到02 但是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 你先把一個 一個問題 然後你 預判的解決方法 但是你不知道 要做多遠 你先把它 寫下來 然後就一直走馬 你就不用管它的馬 只要是相同的解決方法 你就不用再 你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到了那個工序 要結束的時候 你再去做一個定位 你就會知道01到02 這階級 這樣子 這樣子 再好 然後你就再好 你也12 蛤 你也12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 直覺 直覺有時候很重要 像我就一直都 沒有辦法變01多 很快 我們遷移不到 哪三個變形 好 基進會 基進會 好 這個字是寫在布料上面 要貼在線上 不是 這個是寫在你的本子上面 那你寫在本子上面 第一個方法 你可以 請完 不要講 你到最後 你不只用第一個方法 你到最後就寄了 一看 不是一大物理 你會寄得很亂很亂 你會寄得很亂 你不要只覺得說 啊這樣成像 不會很亂 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好 很像 習慣 然後就醫訊 就比如說 看到第二點 第三點 就是醫訊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做 然後你就 這個東西你回去啊 這些資訊啊 你會透過等一下 要跟大家講 就是用的時候整理 然後包庫在圖片上面整理 你就可以得到 未來大家可以使用一個 共通的 跟進步 好 那比如說 你看我都有一些進行方法 然後比如說 我這裡如果要做節水溝 我這裡如果要做節水溝 我連長 長 他要做的長度 我都量出來 那那個時候就需要用到什麼 鋼捲子 就需要到鋼捲子 所以 項目很重要 他的 呃 數量跟單位 也都很重要 如果說你就是 變成是一個 有解決方案的 調查紀錄片 這個項目又要重要 要紀錄的事情 然後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GPS 好 當我有GPS的時候 我並為了鋼捲 拿起你的相機 馬上拍這個畫面 拍完這個畫面 再拍大的步道的場域 再去拍步道的問題 那這樣子 鋼捲這一個點的紀錄 你的手寫資料的紀錄 你的GPS 收訊號的紀錄 你的照片的紀錄 你就存下來 那你是不是會繼續走 假設喔 我今天走到02之前 我走到02之前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步道有一些 我有興趣 但是跟這一次步道不見而為 步道調查有直接利己的關係 比如說 我看到了一個 一個我想拍的步驟 我就去把它拍起來 然後我再繼續走 然後看到一個我要拍的顏色 我就把它拍起來 然後我看到這個景色很漂亮 我就把它拍起來 然後才走到02這一點點 再做一次定位 然後拍這個畫面 好 我剛剛講的01到02 我中間有拍了 不是這一次做步道調查 重要的資訊 但是你在做步道的照片的整理的時候 你有拍了01的這個畫面 跟02的那個畫面 在過了5個月之後 你會記憶力 會很清晰 就是說 你不會說 我那一天在哪個地方拍了什麼 我忘記了 是在什麼 所以你如果說 你想要知道說 我某一天 我在那邊拍了一隻 假設是殘處 我會知道那隻殘處 出現在01跟02的這一段 畫面裡面 它不會是出現在一把 所以你在做拍照紀錄的時候 把那個GPS的定位畫面的那個資訊 拍下來 是在你做照片分割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非常重要的動作 來 這個 你覺得啊 你覺得啊 你在做步道調查的時候啊 你們在 你們在寫這個的時候 你們會是什麼動作 你會像吳老師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對不對 一般會怎麼 怎麼來 把這個數字寫在這個 這一個固條上面 我看過 包括我自己最長的動作 所以 所以 褲子 很貴 很貴喔 不要這樣子 這也鬥鮮 這鮮的寶貴 有沒有 這裡會有很多黑黑的點喔 你會很傷心 真的 說真的 因為我傷心過 哈哈哈哈 所以 出步道調查的時候 穿長褲 然後呢 你那個褲子 可以被勾過 然後這樣子鬥鮮 你都不會難過 褲子拉起來 鞋在腿上 哈哈哈哈 鞋在 拉起來 鞋在腿上 這樣也可以 好 那我們下次要看翠哥哥 哈哈哈 那你說這一個 這一個 測身 這也有兩種 這也有兩種 就是 執行的方式 比如說 我如果今天知道 我要去的步道的長度 大概只有一兩公里 我會做一個動作 假設我今天有 包括我自己還有另外一種 那種三個 就是有兩個人在動這個測身 那我自己是做所有紀錄的 包括拍照片 包括就是 做GPS 然後跟紙上的紀錄 所以 我會做 就是 比如說 我會叫他們不要動 等到我喊動 他們才可以 比如說這是50公尺 他才可以就是說 這個是起頭 然後這個是尾巴 就是000 那這裡是0K加50 他才可以移動到0K加50去 然後我會去註定這個尺上面的 哪一個數字 比如說 我再舉例 這個是短距離的步道喔 比如說我再一個地方 比如說我這邊走到0K加123的地方 我發現這裡要做階梯 然後 我就會把0K加123的這一個畫面 拍下來記下來 然後我就不管了 我就一直走 走到我要做階梯接觸的地方 然後我看 就是說這個地方 這裡第二個點是到0K加150接觸 你覺得我這樣子紀錄啊 是比另外一種紀錄 就是說0K加123 然後我量到151的地方 我說我知道這裡 這裡不是說我剛剛講說 我會這樣子做階梯接觸 然後我如果是好 紀錄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我要寫階梯 那一把151-123多少 28 我如果在現場 要紀錄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會讓你的紀錄啊 統合這個數字 有很多很多點 一定會錯亂 因為我數學會減錯 那另外還有一個 會減錯的地方是為什麼 我說那個測省啊 或者是測試 他是不是用50公尺的 用100公尺的 然後一次用到100公尺的 很容易卡到東西 所以我們都不喜歡弄100公尺 即使是100公尺的 我們也會選擇50公尺那一段 所以 當你從0K加000 一直到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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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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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到了某一點 比如說這已經是1K 加200 他已經走得很累了喔 很累喔 好 然後 走走走走 又走50公尺 那應該會多少 2K 加25對不對 這麼簡單對不對 在現場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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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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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你從此之後的所有的症狀距離都怕差那個症狀 所以 你如果又是在這種狀況下面要去相減 你的那個數字的那個錯誤就會很多很多 所以我會喜歡用這種方法 短距離的 我就看那個繩子上面的 如果這是一個繩子 然後 這裡 它顯示出來的就是 123 然後這裡顯示出來 這裡是121 我就是 只要記這個領域 然後我知道就什麼 其他的加減回去 我記到resel裡面 再回去 不要在現場在這邊 你自己在那邊做新鮮 有兩個機會 一個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你的移程序 你這個領域卷 第二個是你的心算 就是在意識不清的時候 你會算出來 然後像這個東西 假設這裡是到第二點 你說這裡 0K加050 這裡是第二點 這是第二點 我拍了現場的大環境 然後拍了一個我覺得我要記錄的東西 叫050 在未來做步道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我覺得要保護的 我把它拍起來 然後我會再把它寫在這裡 就是你的紀錄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我其實只有帶了一支一樣點的色 如果我是帶多色的 我就會把 它是支援的 你就用點子的色 然後它是問題的 我用點子的 它是解決方法 它是有點子的 來去做 做標籍 然後我講過一點 然後我們過來就是 等一下 這個等一下會有 你們的助教 每一組都在什麼時機操作一次 操作一次 我只是先把說 它大概也能夠幹 跟大家講 你走過的軌跡 它收回來的訊號 進到電腦裡面透過傳輸線 就是心電感 是傳輸線 它就可以把它變成在一個平面的地圖上面 然後今天會直接跳過這一個 直接讓你進到Google Earth 它會讓你的軌跡直接 直接跑到一個3D的這個地形裡面 然後你所走過的軌跡 跟定位的這個位置上面的號數都會呈現在上面 那其實在這上面你可以在每一個點裡面 每一個點裡面再去劈說它是什麼狀況 甚至你可以把照片穩存在這裡面 這個都是科語 可是照片啊 如果那個點就是有10張照片 其實我是不喜歡把10張照片都放進去 因為那到時候這個感到就會沒了 所以 所以 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統計的一個Istelium 我們把它分成 呃 直為什麼 列還是行 列 橫為行對不對 不要管它啦 就分橫的跟直的 好 這是我們剛剛的統計資料 你看一下喔 這個 這個是到87的位置 這87的位置 然後這個地方你看看 它的數量 是要做占小 10.5mm 你把它推出來 你看一下 你對應到這個地方 是占小的地方 看這裡是不是秀出時間 有沒有 那第二個88 不要講第二 第88點是要做結水溝要做3 那對應過來 是結水溝的位置 是不是有3 那結水溝站橋 它的這個工程項目在你做調查 要改善你的部分 是不是一個是隨著它的狀況出現 然後你去做判斷而出現的 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說沒有這邊的時候 你只有做這樣的統計 然後你回去試試 要做一些水溝 然後打 然後打 然後這些交集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公式 是讓你方便統計 讓大家方便統計說 你說你的位置上面的問題 要解決的這個方法有什麼 然後這些方法每一項都要多少的數量 然後你就會把它做混合 整個 整個 比如說 這一個案子 我那時候調查起來有139 139 你真的有說總益潛規的 然後你就可以怎麼去啊 到最後 你的站橋 在這個步道裡面要修資格理 那這些東西 這些所有的東西 讓你知道的一個總數量 要幹什麼 要幹什麼 賺錢 賺錢 那還有呢 五倍料 對 還沒有 對 就是讓你在計畫 你接下來在安排這些手作步道的事項的時候 可能在安排的時候你還必須要去注意到 那我要怎麼樣去哼 因為這整個的一個步道的位置要解決的那個點 我們都要去拿幾乎想 我們可以很運用我們的知識或者是限時的狀況 知道說我們要怎麼去做分區計畫 分期計畫 然後哪一起我知道運到多少的志工 然後要做哪一區的這些改善 那這一區的要改善的項目 需要動多少的材料 多少的忍力 多少的時間 就在這個時候已經要開始去構思了 所以這個表示一個一個在籌備活動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然後之後才會有這個 我講過這個是不夠的事情 這個不對 那甚至在下一個就是政治交流的專頁 我們要去做一些簡單的3D 然後去做一些簡單的這個 一個一個施工步驟的一個简 那就可以幫助讓初次來參與這些活動的夥伴 他就知道他等一下要怎麼讓執行那個工作的項目 然後剛剛有講這些預估裡面包括 如果你要預估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需要準備多少工具 他這些工具的這一個項目有神 他需要多少能這個分量 然後才會進行就是整個 在舉辦活動的時候這些工具的套館 在講幾個講幾個然後進行材料 然後進行材料 就是剛剛講嘛 那一個人人人人人生出來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你們的材料的預估 欸這個他們大約是有個在畫面裡面 那這次是在那個四叉園場 是不是 四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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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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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一些的完成的招片 都是透過剛剛 就是整個活動 我剛剛講出 這裡 我們是 整個活動有 要辦一場手作舞蹈的活動 有這麼多事情 我剛剛講的課 單親子 我剛剛講的課 所以就是 大家還是要全方位的學習 好 我用一個案例給大家看 那是我們在做加盟母錄到 整個的時候 然後 OK 加盟母很硬對不對 真的 有沒有看到我們已經抽染到什麼程度 我們在量 步道的範圍的時候 今天教育是說 你所長太棒 上這個肚子 因為他身高大概一百七 就是要一百七 然後我們就有說那個教教育 已經累到這個程度了 不過 我教過你們那個整個比例幾 不過 我 比我的天啊 我再講一次 你手臂張開 這裡到這裡 就是 這裡 沒有嗎 你誰可以幫我一下 小孩子 手臂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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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手臂張開 他從這裡到這裡 就大概是一百七十公尺 你的身高是 從幾十五 那 你 從這裡到這裡 一般的乘 大概是二十公尺 那有人會特別大很特別的寫 如果你自己拿尺量 有沒有等下你那鋼血尺量量 接近25個你自己就去計25個 你如果接近 比如說你是16個你就計15個 但是一般啦一般的成人大概是20個 然後還有再計一個是你的獎金 那個東西就 如果是差不多是9號的鞋子 美國的尺寸9號的 加上你的鞋子大概就是30公分 就是30公分 這樣子記很好記 所以你沒有帶尺的時候 你就拿你身體上面的這些器官 誤位誤位 拿誤位 然後這些東西就是從GPS上面 登錄下來的密密碼碼 密密碼碼 密密碼碼 然後把它轉到不夠20上面去 然後我剛剛講的拍照紀錄 你拍回來啊這麼多 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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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沒有用我剛剛跟你講的那個方法 你沒有辦法整理成這樣子 回去 我們用我剛剛講的那個拍照紀錄模式 你就可以把 比如說我這裡寫T88 我這裡寫T89 我每一個位置點照電 我就可以分分別類的都放進去 我下一次我要去找T99的位置 我不用從頭錄到照片 你不用從頭這樣錄到 我只要去找T99的位置點開出去 我就知道我那一段 我要去查我那一段的整個照片的這個紀錄 然後 這個紀錄表裡面包括了還有GPS的坐標 那這個我覺得我對我自己有一點點 這個在我統計的階段很重要 就是說有是比較好 然後紀錄表我這一個是每次50公尺 紀錄一個加米50公尺 所以你會配到之後 然後把現況的問題當作 一個的注定 然後它的缺失成因 因為這一次是要去分析說 它有什麼樣子的現況的問題 那它是什麼樣子的原因造成 我這次的工作主要是做 然後你就會把它整理成一個 Sale的這個紀錄點 之後才是我剛剛在講的那個統計 統計表的就是統計出 我有一些解決方案的東西 然後到最後我們想給業主一個 分行分區跟經費的一個計畫 然後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我後來也分析出來說其實 在整個嘉明湖步道裡面 大概分成三類型的步道 跟一個問題 第一類的是在這個在林下 就是包含它林下的步道 它也不可以 然後第二類是步道 它也不充實一種這個區域 這個部分 然後在上到這一個好岸坡之後呢 它是一個高山建築的一個場 然後它也要爬林下的問題 所以你們在做我們的步道調查之後 如果那一段的步道 你有辦法在大區域的問題裡面去找到 這步道的問題的成因是跟它的環境 或者是步道的它的現在存在的本質 你可以找到一些分割點的話 你也可以去做這個大分類 然後在這個一定你再進去到 這一個分類系統裡面去 你會知道說 在這個高海拔的林下 可能都是哪一類的問題 你再去做細分 所以從大的一個分類的問題 去做一些分類 然後你必須要去印證 你必須要去證明說 你這樣子的一個步道的這個問題 的一個現象是什麼 所以你必須要把你開照的這個紀錄板 畫面去整理出來 然後把它的相關的這個步道的問題跟成因 去把它做分析 像剛剛這個是第一類 然後這個是步道的這個負面 你還可以再去找出來說 那不同的步道的這個負面的這個突然的現象 它造成步道的問題是有什麼 然後剛剛如果你的那個統計表 調查表做得很好 你就可以去做篩選 你用Excel裡面的篩選 去把這一些的領位全部都篩出來 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一類的東西 是出現在步道的一些人的區域 那這是一些比較大的一些純粧的問題 然後我剛剛有講 最後最後面這個是可以透過 如果是一個已經成熟的一個專業的一個人 受過訓練的人 他就可以去做出一個好的分區分區 分區的一個計畫 像這個就是 這個是緊急要處理的 立即改善的區域 然後這個是第一級 那所有的空巷跟位置跟要施工的 這一些的項目有什麼 那怎麼樣去篩出 這是第一級還是第二級第三級 有的時候你可以設計 這個問題嚴重的這個本級的權證 你可以給他幾顆級 那比如說你第一級要去處理 你可以設定就是說 比如說這是三顆星到五顆星之間的問題 你就讓他用你這樣去篩出來 你就不會去整理出來 所以他第一級改善的區域 然後比如說像這個A2 這個再大開出 二到二顆星之間的這個程度 那你先進去比較重要的部分 然後這樣子你才有辦法去算出預算 那你先不要講算不算 但是我們自工的活動的時候 你才可以去付出你要多少材料 在你每一期某一T一個活動 這個組配多數 那這就會變成非常多的 破切的一個重量 那室內課就 上一場 那我們就可以休息一下 因為你等一下操作才會 等一下玩具都有玩過了嗎? 我怎麼都沒有看到你們在死 不同的 我們這邊 剛剛齁 第一點 就是T01嘛 好 那T01這一點的起點是多少? 0K加000 在這邊打0之後 這個本身它是0 因為那個設定的關係 後面是000 它結束的地方是在哪裡? 就是它是 TK加000 它是步道的起點 它是起式的撲滅對不對? 對 它結束到哪裡? 結束到 0K加000 52 52 好 你看喔 我把它的起點跟起點打下去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個統計表裡面 它已經幫你介紹 已經幫你計算出來 起式之撲滅的這一段的數量有52 12 它的單位是用公尺 是這個樣子的喔 那它的寬度是多少? 起式之撲滅的寬度是多少? 2米 所以一般我們就會寫w 等於2m 這就是現況的一個誤告的一個描述 它的描述不只是可以描述寬度 還有其他的 但是w就代表是2 好 我們過來看到一個 那我們的p2是什麼?p2 p2是什麼?p0k加50 0k加50 它沒有任何的 就是它不是起式之撲滅 它不是我們任何的目標值對不對? 它不是起式之撲滅 也不是平台 也不是橋對不對? 它是起式路面 對 起式路面 但是它是在這個路面裡面的一個點而已 所以它不是任何的一個新的一個目標值的話 那我們就會在現況這一個地方 現況有的時候我們會把它寫在GPS旁邊 弄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就會打說 這裡是 這裡就是0k加50的位置 我就會把50打進去 就是0k加50 然後通常如果是在這個時候 我會讓這一個表 我為了要能夠讓我清楚知道 它只是一個定位的東西 我會讓它填一個色塊 它不是我 我必須要去注意的 但是我就是把它分開來就對了 分分別類 那我們在第三個這一個點的位置 是什麼樣的東西? 是平台對不對? 平台又出現在 我們這一個橫式上面 我們的一個目標的 的要調查的對象了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下拉式的裡面 你弄平台 OK 它就出現說這裡有一座平台 那平台的尺寸是多少? 8x3.8 對不對?你在這邊現況著這個位置 你會寫8m乘以3.8 好 那P4是什麼? 有是那個比他一方塊磚的方塊B磚 好 到幾點? 10點我們最後5分鐘要結束 10點這裡要整個關掉 整個要關掉 好 我們快一點 這裡又是一種鋪面對不對? 寬度是多少? 3米 3米 然後它起點是從哪裡? 7點 0k 加 81 呃 81 7點 90 90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們到時候要再把那個鋪面的部分 起司值要再分成另外一種 那我剛剛忘記分了 那我們假設它都是起司值 我們假設它都是起司值 或是教大家一個方法 好 然後過來P5是什麼? 9 就是剛剛P6 90 就是J到9 好 這個地方就是這個東西 好 那P6是什麼? 100 J 這裡是100是不是? 這裡有四種 好 然後P7是什麼? 然後P7是什麼? 又是鋪面就對了 起點是多少? 116 116 然後 7點 7點 134 4 G4 寬度 119 P9 P8 是什麼? 就是7點 我需要的 好 7點 P9 150 4150 4150 B10 125 主席是木橋的終點 木橋的終點 終點 起點吧 剛剛是木橋的起點 木P8 P8 P8是橋 P8是橋是不是 好橋 然後起點呢 134 起點是134 終點是150 終點是150 終點是165 165 P10 然後P10是什麼 交的結束 P11是步道終點 多少 165 185 185 好 這個表 你這樣P完 他已經告訴你 我們今天有鋪面的喔 是79米 有平台一座 橋有31公尺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配合你的GPS 照片的整理 然後再加上這個 Esteal表 你已經可以完整的去把這一次的紀錄 未來在做你的Presentation 就是簡報的時候 運用這些資訊去做一個很好的報告 他就是像你要去買菜買完菜之後要理菜 然後配成是一盤一盤等一下要炒 簡報就是你要把那盤菜炒出來 你已經完成到這樣一個地步了 那所以今天很不好意思的 就是那個沒有把GAMIN的那一個 預先灌在你們的電腦裡面 所以你們資料一直讀不出來 然後這個Esteal表有兩種 這一個是就是由公式去 你只要記錄數字 他自動去做加種的都在那個 所有我們的那個步道的資料庫上臨都有 你們去把它下載下來就行了 所以你們的那個之後的簡報 就是運用給你們的這些所有的工具來完成 那那個我覺得我們下次還要再找一個機會 來讓你們練習GPS上載 但是就是剛明那個要在哪裡 那我們因為10點要關門了 我相信就先上課上到這個地方 好